連續假期第三天 花蓮各旅遊景點是人滿為患 不時進行宣導防疫、人潮控管 不過有很多民眾覺得悶太久了 還是決定來到太魯閣國家公園來旅遊 或者是到戶外走走 而李玉台的商圈業者更是期待又怕受傷害 中秋連假進入第三天 決定去哪走一走呢 眼前黑壓壓的 沒錯,這就是人潮 在花蓮的各地旅遊景點 仍然有許多的外地遊客 以花蓮作為廉價的首選地點 因為悶太久只好出來走一走 來到戶外大自然 就算停車再不方便 還是願意來到戶外旅行 你們要打算去哪裡玩 我們只要打算去坐公車到九旗 喔,坐公車走 特時停車邊這樣比較方便是嗎 因為那邊沒有停車 有許多風景區的當地業者 在看到大批的遊客出現後 既是期待又怕受傷害 不過為了生存也只能夠加強消毒作業 降二級之後呢 遊客來到花蓮 在這個十月份之後呢 就能夠配合縣政府的這個無備建 然後把遊客在那個來到花蓮 來到李一潭來這邊來觀光消費 不只是旅遊景點的遊客爆量 而在交通要道的台九線上 也是相當多車輛 想要旅遊安全不被疫情影響 也只能夠盡量避開熱門景點 才不會在連續假期之後 成了隔離的對象 記者林杰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